哈喽各位书迷朋友们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虫老和 拿好手机跟着老和一起来盘一盘吧 今天呢我要讲的这本小说呢是凡人修仙传 小编相信各位书迷朋友们都知道凡人修仙传是望于笔下的一本非常有名的修仙小说 今天呢小编要讲的这个人便来自于凡人修仙传这本小说 这个人呢就是莫大夫莫居仁 莫居仁是天南家园成人士 虽然他的出身呢并不是非常的富贵 是小商贩之家的孩子 但他长相一表人才 生性风流倜傥放荡不息 并且他从小炫武大智 十多岁就离家外出学艺 几年后归来时不但学的一身好武功 还有了一首出神入化的医术 还自创的绝学魔音手和昆仑宫 成为家园城近乎无敌的存在 他创办的金交会短短几年时间就发展到了六万多人 核心成员七千多个成为兰州三霸之首 威风一时无两 那俗话说得好 男人有钱就要想创建后宫 莫居仁成为了当地土王帝一般的人物 一共娶了五房的妻子 个个都是天资绝色 可这五个老婆都成了摆设 因剧毒无法回家 大老婆金氏是家园城城主之女 为他生下一个女莫玉珠 金夫人一次外出时被帮会仇敌所害 二老婆和三老婆都没有为他诞下子嗣 四老婆为他生下一个女儿莫采桓 这位四老婆非常的能干 除了是莫居仁的枕边人 还是莫居仁外金交会的主要掌舵人 至于莫居仁的五老婆 则是大老婆的贴身丫头 至于莫居仁因剧毒所毁掉的人生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下期再谈 我们下期再谈